看见这个牌子了吗 L.A. Phinnes 这个是个健身房 老大要健身 这得带来半张卡 早就听说美国健身房便宜 我这在家买了我也没来过 来半年了都没进过健身房 就是正好咱看看 美国健身房到底便宜成什么样 你们学校没有健身房吗 为什么不是用学校的呢 学校的应该免费吧 不让用啊 那没有打蜡好 原来 原来那个学校那健身房随便用 好大呀 其实刚进来我就是有点大 但是实际上这么看也没有多大 二楼都是跑步机 这个地儿就在高速路边上 一楼都是器械 人还不少呢 那边那边那屋里是练瑜伽的 有客 哦 这边还有个小游泳池 所以可以来游泳 我去 这是什么意思 这都是名片 猛告 这游泳池够小的 但是东西没有墙 当老大问了这卡怎么办 都包括什么 办完了 一带二 我可以带两个人来 他这一个游泳池还不能让周一游 不能让老二整个健身房 老二都不能用 13岁以下 禁止使用 但是这就等于一带二 一张主卡 两张副卡 一个月是70块 两周后会扣一个会费 60块 这便宜吗